阿根廷不再是世界肉库,除了因为政府打击牛肉出口,也因为政府更提倡的是去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基因改造黄豆。 在过去15年,阿根廷的农场牧场一个个都变成了黄豆田了,而黄豆出口也的确一度让阿国的经济活络起来,但是代价实在太大。 因为种植这些基因改造的黄豆,它要喷洒大量的除草剂。黄豆它虽然抗药,但是从土地到水源,到当地的民众,他们的健康都严重受到迫害。 在上个世纪,阿根廷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但今天它出口更多黄豆,高经济价值的基因改造黄豆。 从阿根廷的空中砍去,一望无际的不再是清水的草原。 今天阿根廷大部分的农地跟一半原本不适合农耕的森林甚至羽林都在被砍伐破坏之后,冲着基因黄豆。 一年为这国家赚减300亿美金。 将传统农耕工业化,基因改造的种子,透过免耕播种机,一个人就可以耕种数千英亩的农地。 基因黄豆的确经济价值很高,但是代价也很高,因为必须要使用飞机大量喷洒除草剂。 每年的10月到3月都是喷洒农药的季节,整个村子的人都不敢出门因为担心中毒。 阿根廷高达9层基因黄豆都是跟美国的孟山渡公司购买的。 这些种子虽然是有抗农药的基因,但是农药渗透到土地里到水里,不但破坏环境更会影响健康。 6岁的Rail脖子以下都瘫痪了,就连呼吸都有困难。 她的母亲说儿子是在2007年出生,当时村子里头有很多农药喷洒。 我感谢了,因为我感谢了。 我感谢了,因为我感谢了。 这个女孩跟村子里很多孩子一样 皮肤长出了大量的黑斑 但更令人心疼的是 衣服底下 变黑的背部完全变形 今晚没有人可以证明 孩子们的症状是噴洒农药造成的 但是村子里头 基因黄豆铁的规模跟疾病的问题 几乎是同步在增长 阿根廷总统还多次公开感谢 美国的孟山都公司 协助阿根廷创造黄豆出口的经济奇迹 金黄豆给阿根廷再来的问题 还不只是健康 还有农村的社会动荡 凡播种过激 黄豆土地都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作物 而眼看着出口黄豆利润高 大财团开始收购农地 不愿配合农民 他们遭到暴力生命的威胁 最后被迫要放弃自己的土地 在过去十年 阿根廷有数十万的农民被逐出家园 他们都沦落到大城市的贫民窟 结果是社会动乱自然恶化 同一时间 阿根廷的经济表现 也开始吸引邻近的国家 加入种植基因种子的行列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